在带领看到阿美族传统祭典之一的捕鱼祭 从6月开始每个周末在花莲市内共12个部落陆续登场 市长魏佳燕3号上午也在原型客长江敬贤的陪同之下 前往几顾部落来预祝捕鱼祭活动圆满之外 也送上平安丰收的祝福 花莲市几顾部落头目何志杰3号上午 以原著名传统祭一祈福仪式 宣布部落捕鱼祭正式开始 他表示原住民阿美族有三大节庆 而捕鱼祭就是为这三大节庆揭开序幕 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回到自己的部落传承部落文化 而市长魏佳燕也特别到场给予祝福 今天是我们花莲市第一场的捕鱼祭 就是我们吉顾部落我们何志杰同目的这一场 那其实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 那也是家人担任市长的第一场捕鱼祭 那我们都知道捕鱼祭是我们阿美族三大的文化 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那也可以更让我们青年朋友了解到捕鱼祭 在我们先人捕鱼的一个辛劳的一个过程 那刚刚也要非常谢谢我们代表会给予我们大力的经费的一个支持 让部落的一个传统文化可以持续的进行 那也希望说我们青年朋友能够回来那看看 虽然现在没有正式的捕鱼的一个 不管在海啊不管在河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整个文化的传统都能够延续下去 华联市代会主席李政伟 市民代表肖明龙 先元李不是依赖 卫家贤等多人也都到场参与上会 而在6月份开始的每个周末 华联市内其余的11个部落 也将陆续办理捕鱼祭 希望年轻一代族人都能踊跃参与 以行动支持学习传统文化祭仪 记者徐立芹华联市报导